您好,欢迎收看7月4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陆宜慧 媒体实力在今年6月进行第二届全台十玉利城市大调查 评选十玉利五星城市结果出炉了 花莲县再度蝉联十玉利五星城市殊荣 现场徐中卫在4号亲自上台北受邀来证假 也分享了花莲食农教育成果 全台十玉利城市大调查评选十玉利五星城市结果出炉 花莲县再度荣获十玉利五星城市殊荣 现代徐中卫亲自北上受邀政奖并且分享花莲食农教育的成果 十玉利城市大调查从农业以及环境、教育以及文化、健康与营养、食安与卫生 四大构面四三项指标以及地方与中央公开数据进行客观分析 更与中华民国营养师工会全国联合会、全国家长会联盟合作进行食欲推广满意度调查 现在徐中卫表示食农教育是实践感恩土地的永续教育 感谢县内乡亲和县政府其心落实食农在生活 让花莲在全国拥有亮丽的表现 而现在我们又回归到之后在这个整个交通 所有运具通通飞残放大以后 二十分钟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 从乡港送到了台湾 从任何地方送到台湾 有太多的东西 并不一定是这一方水土人可以用的 但是物以稀为贵 所以也经过透过台湾的农业科技 非常非常的发达 让整个季转让它能够在台湾 也能够孕育出不同维度的产物的农产 所以也因此 其实在整个教育里面的变化 以及人如何去适应我们现在的古石 还有这块土地 在现在的无论是法国的巴米协定 到现在我们2030年的永续 到2025年的禁令看牌 我想都是因为这块土地 已经跟人之间更加的无情进 所以为什么要追求人与环境的关系 为什么要保有这块土地的关系 所以我想中华民国也正式 也意识到非常非常的危险 在这个时间我们如何要去珍惜 珍惜土地 而食欲也就因应而更加的大力的去推广 现在学院表示 华林县政府自力推动食农食欲 无论是前往农村还是部落体验在地生活 都结合在地的饮食文化 有机农业的推广 生活各方面都在被有机推动 而饮食既有是生活的必须 食欲就是应该深入生活的推广 不仅要从教育开始扎根 拥有健康的身体更是追求的目标 人们需要秉持的善待土地 将美好的环境让华林与台湾被国际看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